歷史上,有不少以佛法改善命運的故事和著作,其中最為人熟悉的是明朝,袁了凡先生所作的《了凡四份》。 這本著作是勸人為善的書,並非佛典,內容記錄袁了凡,如何改變命運的親身經歷。 孔神算用孝子王極數算命的方法,預覆袁了凡一生的遭遇,結果一一都非常準確。 因此袁了凡覺得命運早已注定,無法改變,以至對世間一切事物,對生活的態度都變得消極淡薄。 後來他遇到雲谷禪師指點,收集改過積善謙德的品格,並且教他持重準提咒。 結果改善了本來平平的命運,複壽俱增。 往後的生命歷程,過得比原先預測的好得多。 除了自己不斷積德行善之外,原了凡是因為持重準提咒,而改變命運。 那為何準提咒這麼有感應呢? 根據佛經說,持重準提咒能夠增幅延壽,改善命運。 那麼準提咒怎麼念呢? 準提咒的凡文是如此念的。 Namma Saptanam Samya Sambuddha Kutnam Taryattha Om Chalichule Chantishwaha 在一般早晚課頌裡,這首咒之前是有一段漢文詩解的。 啟首歸依蘇色帝,頭面鼎禮七驅之。 我今稱讚大準提,為願慈悲誰家戶。 這段詩解是後來漢人所附加上去的。 念咒的時候能夠加持這段,固然是好。 吾家亦都可以。 有不少持咒者,希望能夠知道咒中文字的意義。 Namma Saptanam Samya Sambuddha Kutnam 即是歸命七居之正等正覺者。 七居之即是七千萬,比喻無量那麽多。 Samya Sambuddha 譯為是無上正等正覺。 即是歸命七千萬無上正等正覺覺者。 Tadhyattha 即說咒藥。 Om 萬聲之母 Chalichule Chantishwaha 就是成就一切。 最後這句Om Chalichule Chantishwaha 又稱為全咒的核心,即是準提心咒。 以物教行者所講,念一片心咒的功德, 與念全咒的功德是一樣的。 即是可以只念Om Chalichule Chantishwaha。 這首咒最適合繁忙者中念, 因為咒文既短,而又容易背中, 時常持中,再加以行善積德, 會改變命運,增幅延壽。 現在再重複念中一片。 Namāsapthanam Samyāsamputta Kautinam Tadhyatta Om Chalichule Chantishwaha TahoyilimOm Chalichule Chantishwaha Om Chalichule Chantishwaha